Hello 大家好 今天是3月15号 聊聊关于病毒溯源的故事吧 美国国会的参议院和众议院昨天通过了一项法案 叫2023年新冠起源法案 目前呢已经递交到了美国总统拜登的手里 虽然还是个草案吧 但是按照美国一贯的或者一般的情况 只要是参众两院都高票通过的法案 美国总统几乎就没有否决的可能性 或者可能性非常低吧 不过对于这份新冠溯源法案 美国白宫的新闻秘书皮埃尔在接受大国媒体 这不是大国媒体吧 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白宫会研究该法案 美国总统拜登将会开始调查 动用所有手段调查新冠病毒的起源 但是又强调 同时会保护资料的机密 而且具体的通过时间或者签署时间 还没有时间表 于是呢就这么一份 莫能量可的回答 又让大国的专家们 御用的喉舌们高潮跌起 他们都认为皮埃尔这样的表态 已经凸显出美国白宫和美国国会的分歧 也分析出 其实啊 拜登并不愿意解密所有的情报 当然 每次美国提及或者新冠溯源这件事儿 冲上热搜吧 成为话题的时候 我都 并不会报太大的希望 因为这个玩意儿 该毁掉的证据早就毁掉了 是吧 三年了 2020年 世卫组织那个调查团来的时候 那个谭德赛总书记是吧 好吃好喝 大姑娘一岁完事了 那么这件事就再没有什么机会了 就算是调查 你也调查不出来什么东西 你只能调查出 叫 钱来源 并不是如今这场大流行的来源 而是 这款病毒到底是哪来的 那么 这个也就是 在简体中文圈 一直流行的一个说法 就是整个这件事儿啊 都是福奇干的 说福奇啊 从2022年就开始负责五角大楼的生化武器研究 2014年 其中三款不同的病毒 在美国不同的实验室里逃脱了 国会还为此举行了听证会 有300名顶尖的科学家 致信奥巴马 说是要求奥巴马关闭福奇研究的病毒 因为 这个东西会制造瘟疫啊 或者制造大流行 因此奥巴马下令暂停了福奇所有的全部在美18项不同功能的病毒研究 于是乎啊 福奇就把自己的东西都转移到了武汉 当然这个说法吧 我一直认为是没有什么依据的啊 就是简中圈的一个论调甩锅嘛 病毒的来源是美国 但是这个叫前来源 是吧 导弹的或者叫原子弹的来源是美国啊 它是第一个发明或者制造出来的吗 那你俄罗斯的导弹 原子弹 日本的原子弹 什么中国的原子弹 大到哪那都算美国的吗 不是这个逻辑是吧 当然这个也是可以查一下的 在这个公开资料上边搜啊 其实我查资料也都是公开资料 百度谷歌够了 现在有KIT-GBT是吧 KIT-GBT 这个玩意儿查这些资料 一门灵的 只要你把关键词给够了 什么都能查到 英文的 日文的 你要什么给什么 太牛逼了 这个是一项工具 出来新的东西了 一定要会用 2015年 福奇真的曾经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 370万美元 德国媒体和意大利几家媒体 都刊发了相关的文章 说中国的专家 将来自蝙蝠和老鼠的冠状病毒 与当年 SARS病毒相结合 他们做的所有的实验 都是研究如何让人类快速感染 这个很危险 是吧 提醒全世界都要注意这个研究 注意这个实验室 在2017到18年之间 世卫组织公布了一款售出数百万件的新冠测试组套 然后第二天呢又将新冠肺炎的名称改成了医学检测试集盒 但是他没有改这个产品代码 现在大家去搜 300215 还能够看到 COVID-19这个字架 这是2017年到18年之间 售出数百万件的病毒检测试集盒 2018年这个世界疾病建模研究所 还做了一场模拟的来自中国武汉的一款病毒的流行 这个模拟研究的结果呢 是这款病毒会造成数百万人死亡 感染性极强 类似于流感 致命性极强 超过SARS 然后大概用六个月时间 就能传遍全世界 这个研究还是比较靠谱的是吧 很符合事实 当然2019年的时候 中国也参与了一场世界性的研究 全世界都在做类似的大流行病的或者瘟疫的这个演习 那么 其实有可能啊 是在另外一个维度的人 就是掌控这个世界权力的人 他们这个圈子里边 已经对某些事情有了非常确凿的证据或者一个预判吧 对吧 毕竟人家的信息源比咱们都太多了 咱们看到的就算是翻了墙 就算是看英文的网站 咱们的信息渠道也是极其狭隘的 也都只能看到只言片语 能够在这些碎片化的信息中翻找出来或者推理出来什么结论吧 这个都不容易 并不容易 说是掐指一算 你能算到哪去 他得有大量的事实佐证 当然这些证据呢都只是或者只能叫他前病毒 在泄露之前这个病毒谁在研究 当然新型冠状病毒或者冠状病毒的研发研究 也不仅仅是美国 也不仅仅是福西 也不仅仅是中国 对吧 那么能够泄露出来的到底是故意的还是意外 到底这场大流行是因为掩盖还是因为故意 这个才是所谓的病毒溯源该关注的点 其实道理就这么简单的道理 逻辑就是这么简单的逻辑 逻辑基点很少嘛 像前面咱举的那个例子 美国研发了或者研制了原子弹 那么你俄国中国北朝鲜任何一个国家的原子弹 扔出去之后是不是都要怪美国呀 对吧 你溯源往美国最原始的那个数据节点去溯源 这是不对的 到底天上飞的这颗原子弹是谁扔出来的 那就找谁 谁就是罪亏祸首 对吧 当然现在很多人还在说 我的群里边有好多人认为 这件事就是什么 比尔盖茨的人口灭绝计划 跟福奇想把全世界的人口降低到10个亿 20个亿 那么这种说法或者这种论调吧 无迹可寻 明白吧 那甚至你都不如认为他是某位大师 在去年12月份 现在中国的病毒感染4个亿了 已经有4亿人了 死了4个亿是吧 无稽之谈嘛 当然最近这段时间只不过是因为不报了应该 各地都严禁报道 所谓的假型流感啊 所谓的新冠病毒啊 所谓的什么奥密克人 我都不如许报了 一声令下对吧 上上有止 新冠结束没有了 所以满医院都是白费的病人 那么都被定义为流感 昨天西安又宣布管制 又限制出行 限制什么交通啊 其实以前叫封城后来叫静默是吧 再后来叫管控 现在呢还是老一头 没别的新鲜的 记得2021年 封城封得最狠的城市就是西安 那么为什么当官的喜欢玩封城 说真的 这是一个非常扭曲的抓权心理 明白吧 一个市委书记 以前想要把所有的部门全管起来 需要开会 需要通气 不可能一言堂 只有在紧急时刻 成立什么防疫小组 某个人当这个组长 别看这一个组长 那是整个城市里边 唯一的权力核心 对吧 好爽啊 无论是抓权 捞工具 还是赚钱 都太方便了 是吧 玩过一次之后上瘾 所以西安又封城了 而且这一次所谓的 用新冠的检测港亭 来检测能导致白费的 某一款流行性感冒 不是病毒性流感 单价是多少钱 单人单管 58块 你看看 在大流行的时候 多少钱 几块钱 是吧 浑菜 单人单管 就是十几块钱 所以老王说 从去年突然宣布结束 就是不对 怎么感觉都不对 有可能 大会结束之后 咱们再看 是吧 到底有还是没有 有可能呢 改头换面 是吧 换个名 继续玩 继续打疫苗 继续做核酸 继续封城 继续管控 对吧 现在不管怎么办啊 不管会有很多事情 全爆出来的 所有的黑天鹅 全会飞出来的 所有的雷 全会爆掉的 是吧 所有的事情 都会摊到命前 特别是数字货币啊 风桥模式啊 人民共事啊 供销市啊 等等一系列东西 都推行不下去 对吧 他就必须在需要管控的时候 才能够方便自己 把这些东西全干了 把这些活都干了 所以 很有可能啊 大家即将面对另外一款病毒啊 以防疫的名义 继续2022年前半年的故事 对吧 当然他不可能全国都封嘛 每个城市 不同的小区 不同的区域 这里搞两周 这里搞一周 对吧 折腾嘛 那么通行证 就是手机的通行证 24小时的跟踪定位 还得做 是吧 疫苗还得打 据去年 一个公开报道 这是中国的几家疫苗的产能啊 如果2022年不停的生产 没有停产的话 应该能产出上百亿支 疫苗 那么 这些玩意儿你也不能浪费啊 是吧 前面咱聊过一次这个话题 浪费是最大的犯罪 弄死人不算 特别是老年人还是多呀 老年人清零计划还得继续 还得做下去 不把那一千多万老人 全都消灭光 或者消灭90% 这件事是停不下来的 是吧 是不可能结束的 特别是这个所谓的溯源 你整天派着各种各路人马吧 各种组织 各路专家跑到中国来 这个也挺吓人的 是吧 万一呢 找到点什么证据呢 所以 还是以防疫的名义啊 先把国门关上 或者把一些重点的区域关上 对吧 像当年2003年 SARS也是新冠病毒嘛 整个世界都听说了 中国闹了SARS 其实也是在北京 当时的这个读研所在北京 是从实验室泄露的 然后 世卫组织 组织人来调查的时候 当时的什么防疫办主任 叫什么来着 直接啊 下令所有收治 这个患者 感染患者 确诊患者的医院 连也把所有的患者 塞到救护车上 然后干嘛呢 在二环三环上 绕圈圈 哎 反正一跑一天 我也不听 你什么时候 调查处走了 没有及格感染啊 症状并不严重啊 什么时候走了 什么时候把病人 就拉回来 对吧 这个套路 才是符合中国特色 符合新时代的 所以上述的 这些东西 你说它是猜测吧 或者揣测吧 或者掐指一算吧 都行 你说全都有证据吗 不一定 你说没证据吧 还有点 这个证据链很通顺吧 差点 对吧 但是 它 我只能说 它是一个 极大的可能 有可能 老王 又猜准了 老翔们 不要趴 你们就偷着乐吧